不仅是因为疫情而顺言办理农民节 正逢文旦幼农闲期间 农会也首度以伴桌的方式来慰恼农民的辛苦 同时也颁奖表扬各基优产销班以及家政班 说奖状获奖的班员 由于现在菜业类的蔬菜价格高 而农会也贴心准备了大批食蔬肉品来当奖品 使婆婆妈妈们大感惊喜直说赚到了 获奖的各个家政班员在台上一次排开 接受长官贵宾的颁奖肯定 一包包的青菜奖品也随后奉上送出 大家一手奖状一手青菜 开心合影留念 对啊 我们晚上呢 大家就回去这些菜就可以煮一煮 这些菜很贵哦 最实用 这些乡农民节颁奖表扬皆有产销班的同时 更以在地生鲜蔬果肉品当奖品 颁奖给获奖的家政班 让班员们是大感惊喜直说赚到了 收到白菜 还有什么菜 还有什么菜 挂菜 挂菜 然后呢 贵啊 对啊 从农会总案师黄胜黄上任以来 就不止一次以在地农产蔬果做奖品 除了加强推广行销 更要让在地人吃得到在地优质的农特产品 获奖班员细数奖品品项也有超过六七样的蔬果 可说是满载而归 以前有没有收过那个赶品是菜的 有啊 什么在哪里 就食用啊 也是在这里而已啊 在农会 对对在农会 对对对 瑞珠湘农会因为疫情而顺严至今办理农民节庆 又逢文丹佑产季过后 因此首度以办桌的方式庆祝 也慰绕农民的辛劳 颁奖表扬 基优农民与产销班 其免农民班员更上一层楼 而农会加镇班以及绿罩站志工门 也在现场展示一整年来的成果 记者是玉兰瑞瑞采访报道